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噪音 即将有机会发生的事 或已经发生了危机 究竟是怎样影响市场 以及债券投资者未来如何部署 首先因素第一大 最近说的是退市 美国联储局 债务违约 会否在美国方面的债务上限 一堤到12月 然后是一些区内内房的高息债 最近因为内房唯一事件 就不断跌下去 待会我们续一拆解这些事情 不过我们撇除这些个别因素 Gordon 我留意到 其实今年来 流入债券市场的资金 依然是非常旺盛 如果我看回数据 第三季环球债券基金流入 其实都有差不多1530亿美金 连做6季流入 为何好像不是很担心 我们刚才提过的因素 依然是多热冲于投资的债券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环球央行都是在放水 即使现在 美国联储局都是想着收水 其实全球来说 利息都是比较低的 很多客人都会说 我现在有一笔钱在银行 很低的利息 想尝试在其他地方 可以赚取更高的回报 所以这些所谓的追求收入的行为 其实就令到很多资金都仍然追捧债市 但你猜第四季这个形势会不会转变呢 即是头三季就很旺盛 其实基本上贏了几年 债券 是的 只不过利息就已经开始好像没什么肉食 有些人形容痛苦交易 但依然要放些钱进去 你觉得第四季很多不同因素 凝绕着会不会有变化 我想是会的 因为始终联储局说要加息收水 始终都会影响一定量的投资者的信心 虽然我们仍然觉得 它的债券市场的净流也是会净 但应该也会少一点 我看到以区内市场 以及现在大家都会见到 新兴市场债券的资金流为例 感觉上去年第一季 是股债商品的灾难 你曾经见到 甚至债券的净流出的金额 这个图显示也是负数 然后很快有些钱吸收 但去到去年差不多第四季左右 感觉好像资金流没有那么足 其实在新兴市场 这个特别的市场里面 其实是否有少少大家已经放慢脚步 准备一些不可预见的不好因素出现 譬如去年3月那时候 这么多淨流出 最主要是因为全球性的流动性 美元的流动性 一下子很多银行开始减少借给客户的钱 很多时候因为要斩仓 令到很短的时间 投资者要将这些债券沽货 但是你记住 去年3月之前 其实联储局或者美国债券的资金 都是很高的 是现在变得这么低的 所以你看到3月份之后 其实因为全球利率都比较低的话 那些人要看回 以至好像债券都比较有趣 所以就会增加回 那看回将来 我想债券流入都可能会变得更多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